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科暗戰 今天是4月29日星期五 在放假之前,我們又來看看這個幣圈發生什麼事 在過去24小時內,根據CoinGecko的資料顯示 直接截稿之前,BTC現金日報39,596美元 升幅達到0.5% 而ETH全價報2928美元,升幅達到0.9% 接著又來跟進一下頭20大二線加密貨幣市況 最大跌幅的二線加密貨幣是BNB 現價報406.32美元,升幅達到3.6% 而最大跌幅的二線加密貨幣是AVAX 現價報67.9美元,跌幅達到2.8% 接著又來看看其他重點消息 這則消息是來自Block Temple的 Red Free開源社交協議Linky 在4月27日就宣布將會向以太坊的Vikman服務 E&S的用戶發送空頭獎禮 具體時間將會在3個月內公布 而最值得注意的是 在26日和27日連續兩天 E&S的Vikman註冊數量都突破了1萬個 Linky是一個由退中心化自治組織 所創立的Red Free數碼社交網絡 讓用戶可以通過發行NFT 去建立自己的社交網絡 而運作過程完全依賴於 他們自家的治理代幣 KEY的分配和獎禮 目前,Linky的部署 首先在Polygon工鏈上發行 未來將會兼容多條工鏈 包括B&B Chain和Solana 有註冊E&S的人 都不妨留意一下自己收到多少顆KEY 好,下則消息 NFT這期就炒到火紅火耳 其實要選個好的NFT Project去投資 都不是那麼容易 今次這一則消息 主要是想介紹一下下一個有潛力的NFT Project 就是NFT Today新出的必報NFT 首先來講講NFT Today是做甚麼 NFT Today主要是一個提供給藝術家 和數碼藝術品收藏家展示和買賣的數碼藝術品平台 而必報有甚麼那麼值得我們去注意呢? 第一,可以永久免費參與NFT Today所舉辦的元宇宙音樂會 第二,有線獲取其他項目的白名單 第三,購買合作NFT會有特殊優惠 第四,獲得Today Token的空頭獎賞 而第五,就是有權參與投票決定日後的產品模式 第六,持有必報特卡 有機會獲得日後和不同合作系列NFT的空頭 第七,必報持有人將會獲得3D版的必報 第八,在NFT Store出售商品將會獲得15%的分成 NFT Today已經在Sandbox和Decentraland等元宇宙裡買了地 還會將它們的NFT Store.Live裡面的數碼藝術品 由先上平台帶到必報的元宇宙裡 而在必報元宇宙裡 他們還會舉辦各類型的演出活動 例如演唱會、音樂會、數位藝術展覽等等 而根據官方顯示 目前必報已經和以下歌曲大師簽訂了合約 其中包括在棺欄高手裡 唱《直到世界的盡頭》的上參星老師 以及聖鬥士星子裡 演唱《天馬座的幻想》的山田信夫老師 還有在《龍主GT》裡演唱《丁丁》的積田哲郎老師 必報NFT限量3888個 相信大家之前都有看過張先生訪問NFT Today的Andy片段 如果沒看過的人 就記得按上去上面這條link看吧 而由於一起合作過的緣故 我們財科暗戰 都優先獲得了必報NFT的white list 名額有80個 有興趣的人就記得在影片描述裡面 按上去報名吧 這裏在這裏再提提大家 名額有限限度才行 記住不要錯過 好 今天的分享又暫告一段 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和按個小鈴 我們下次見 拜拜